海航董事长王剑生前未来得及购买的城堡 作者安德烈王剑7月4日 就是从这座矮墙坠落身亡的路透社赞助商 链接赞助商链接海航因债务缠身 逾期数月未能付款 被空客扣下一批本要交付他的A330客机 而再度受到关注 这批图着海航标志的飞机 停放在空客图卢兹总部的停机坪 法媒形容他们像一群失去父亲的孤儿父亲是谁呢 坠落后没有幸存的海航联合创始人王剑 王剑的法国朋友达尼埃尔不认为王剑之死与阴谋 有关他告诉巴黎竞赛 王剑本来要在法国买一座城堡 可惜王剑在法国离奇坠亡 引起舆论各种各样的猜疑 为此法国出版的巴黎竞赛杂志 日前刊登一篇对王剑生前好友 也是王剑在法国最后日子里 在一起度过的名叫达尼埃尔 詹尼尔瓦尔先生的采访 该堪称这位先生把围绕王剑之死之谜 澄清了许多这位先生提供了这样一个细节 他对巴黎竞赛表示 是他的朋友王剑7月3日告诉他 我要去看薰衣草 我要在那里买一座城堡 达尼埃尔 是谁呢 该堪介绍 他是法国在健康领域知名的顾问和说客 是他为王剑组织了这次事后 可称之为终结式的旅游 他为王剑策划的路线包括 南法普罗旺斯的几处美景 一路半 随着激起食欲的南方美 使他说之所以选择这样的路线 是因为他的客人 一直梦想着去亲自发现普罗旺斯的秘密 天气很好美景 让人屏住呼吸 是号攀登的王剑 要求他的助手 帮他一下爬上一米多高的矮墙 拍一张面对美丽的伯尼约 巴黎 小村的全景照王剑上去后 猛然失去了平衡 助手们眼看着他坠落到十几米以下 赶来的救护人员无法使他苏醒 亿万富翁几乎是倒地而死 赞助商链接 赞助商链接 有关王剑自杀 或者是阴谋的牺牲品的说法 让达尼埃尔生气 在他看来 王剑是一个充满活力 有许多计划要去完成的人 他要在法国买一座城堡 因为他崇尚法国 我们还说好一起去听一场音乐会 我们都预定好了门票 达尼埃尔称 他当然是一个很重要的人 自然引起很多嫉妒 也有很多权势很大的对手 但是就凭此想让他死 有点站不住脚 对法国当地的宪兵和马赛地区刑警大队来说 他们目前更倾向于 这是一起简单的事故 7月10日海航集团宣布在13日 为王剑举行追思会 向这位联合创始人告别海航公众 号称这是为了缅怀王剑董事长 感恩 其为海航事业做出的贡献 是为了缅态王剑董事长 是为了缅态王剑董事长 9月13日Ы 空集团宣布在13日